Hello大家好,我是全职龙 本期视频将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的小GG Air Force 1关系连名款黑 空军 大家提到完就会想到了我的经典小GG 那么持款作品同样也不例外在它的鞋舌部分采用了两个小GG的印记 而且我采用的是吊瓣式的设计 在它的中间部分我采用了黄色的成分是不是更有意思 那么本期视频将给大家带来的是持款鞋在两种状态下的一个对比 一个是在未刮开状态下一个是在刮开状态下的一个对比 两种状态下分别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去辨别真假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同样也不例外也会在本期的视频抽取一名幸运的粉丝送出我的小GGT恤 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就是这一款T恤衫 是不是更有意思采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小GG印记 大家如果喜欢我请关注UP并且评论点赞 收藏 UP主将会在这些操作中综合考虑抽出一名幸运的粉丝送出我的小GG印花 T恤 那么下面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行真假对比环节 下面我给大家带来未刮开状态下的三双鞋的一个真假对比 第一双当然是来自我们官方的正品 第二双鞋呢 是我一直在用他们家的这个鞋子做真假对比 因为我个人觉得他们家这个鞋子和真品的一个相似度是上半高的 但是它还是在一些地方和证明会有一些差别 每鞋都会有一个专门讲解的部分 大家耐心等待后面会有 第三双当然是来自我们大获田的一个顶级版本 大家先不要切换镜头先看一下 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这个三双鞋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下面我给大家拉近 摄像头去看 大家才能看出一些皮料上的差别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通过图片去判断 一定要抱手去 实事求是的去感觉去感受 最好你有条件能够买一双正品回来自己去对比 这样是最好的 下面给大家做真假对比吧 废话不多说了 然后 没其他的真假对比呢我都会给大家从皮料上来判别增加 因为皮料如果你错了的话那这个鞋子 就没有你的意义在哪里了 如果你缝鞋上你缝了皮料里面皮料的不对那么你去做这个假鞋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 所以说给大家带来真假对比的同时也给大家 教大家如何去区别真假 第一点我们从皮料开始 好第一点我们从皮料来开始对比 首先我们看一下正品的皮料它是相对比较光滑的看起来纹理它是不光滑但是它摸起来是相对比较光滑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镀射版的 摸起来也是相对比较光滑的纹理和正品的相似度还是 是非常非常高的基本是一致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市面顶级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纹理和正品的纹理纹理压根就不一样啊而且摸起来有一点小小的摩擦感这里面所以说他从皮料方面就可以判别增加 市面顶级的做的是错误的 但是你远距离观看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所以说 大家要去买鞋的话一定要 亲自到手去看啊这样才能 真实的感受到这双鞋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独师版的真的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一直说他们家的这个皮料他们家这个鞋子做的好就从皮料方面你们就可以完全看出 是非常棒的个人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些差别的话后面一些和正品的差别会在最后一节给大家讲解 如何区别这种真正的顶级下鞋和正品的一个区别到底在哪里 然后第二点的话我们讲解一下关于这个鞋头的孔洞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角度打着墙光灯表面打着墙光灯去看的话 这个皮料差别还是相对比较大的看得出来 然后讲解一下关于孔洞的问题 正品的孔洞啊它使用的是黑色的网布孔洞 区别于之前的一些空军使用的是白色的 而且它内里的布料也是黑色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市面顶级的这种它使用的也是正确的 只不过是它皮料好像是 外面这层皮料好像有一种白边在 挖出来了所以说 这个也是做的对的孔洞也是做的黑色的也是对的 然后你们明显感觉到这个孔洞的大小 看一下孔洞的大小 正品的孔洞大小它是相对比较大的 不是版也是相对比较大的 市面顶级的这种就相对显得特别中规中矩 但是错完全错误的做法 市面上也有一些孔洞说的是正确的但是它里面刮开的文案是不对的 然后那边有一双已经刮开了后面给大家证明的说 我再给大家看 再看一下这个是市面顶级的 这个孔洞就做的相对比较正确 大家的皮料和这个皮料差不多 我已经被我刮完了 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 它上面的这个 就是印花呀 侧面的印花 包括刮罐或者印花盒 这些都是对版的 所以说这个 它刮开之后也是完全错误的一个版 第三点给大家课计一个小时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市面顶级的甲鞋呀 基本上鞋底是你三条杠的 所以说大家拿到三条杠的 一定要注意了 虽然说三条杠的不一定讲 但是讲的基本上都是三条杠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正品 正品的它是有一条杠的 也有两条杠的 也有三条杠的 都是存在的 好 然后再看一下 它也是用一条杠的两条杠 三条杠都是有的 这一双我们拿来评价的是 这是属于一条杠 三条杠都是像这里 有明显的文件 这里不属于三条杠 它中间有单段的连接 就属于一条杠 像这样的话 它也是一条杠 然后就说 有刮这个结束一条杠 因为它这个鞋底部的这个画红 它是根据员工在生产线上的一个 灵感所知 就是随机发 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不是没有固定的一个要求 因为刚开始 这张写出来的时候 我们有些人就说 证明都是三条杠 有的人也说 证明都是两条杠 证明都是一条杠 实际上都是一条杠 不要用少数来判断多数 你说你答的是一条杠 别人是可能的就是两条杠 就是一个小刺激 大家记住就行了 假的一般都是三条杠 三条杠的不一定是假的 好下面 给大家证明一下 各位主要第四点 后跟的问题 第四点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后跟的问题 正品的后跟 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正品品的后跟这一块 是相对比较高的 不胜反应是相对比较高的 这个实面比较第一个版本 它是相对比较矮的 实面第二个版本 这个主要还可以 它中间的高度也达到了 但是你会发现它的起义质 会相对比正品还好 我们看一下 正品要高一些 看着我们的正品要高一些 而且后跟的弧度不大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说把这个版本 高度基本是隐私的 后跟的运动也差 所以说为什么说他们家的整体 最好 从这一点的话 一些商量的细节 就能看出这个差别到底很大 第五点我们看一下关于这个 皮料的切割问题 看一下 这个是毒色版的 是白色的切割的相对比较均匀 然后再看一下真品 也是白色的相对于切割的比较均匀 看一下是 灰色的相对于切割的比较凉确 当然正品也有切割的比较凉确 只是说它的皮料颜色错的不要 看一下这个也是白色的 但是它切割的相对比较凉确 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 机器 切片有时候那个机器上面的那个刀 用盾了就会存在这个情况 那这一点也是可以判断的增加 因为你从构式的皮料来看就能判断增加 好下面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这个 挖开后的 剪别方法 挖开后的剪别方法实际上就很简单 就是看上面的图案 它和正题对不对吧 因为这个呢 它是完全是每一双鞋都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去 观众数一下一些信息 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不会存在一个 view style 就是说挖的 切到哪一块是哪一块 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大家可以去 所以我从毒上面和nice上面分别找了两张照片 这是 毒上面的吧 这个是毒上面的 然后还有nice上面的一个 nice上面的一个照片 然后马上我插到视频中 然后我把这个鞋子摆开 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对吧不对吧 我个人是研究了这个鞋子 我个人是研究了这个鞋子 我觉得它这个 这个毒涉版的是基本是完全对版的 而像 左边这个市面顶级的这种 我是没有见过鞋头错还有颜色的 鞋头术有颜色的是 完全是假的 因为我看了 好几双关于这个 关开后的这个图片 没有上面会有颜色的 基本上都是以白灰色为主 而且 图案基本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个毒涉版的这个鞋子 这个文案是 完全是对版的 然后呢大家肯定要问了 那这个鞋子它的证明到底差别在哪 你只是没有说 然后呢 下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真正的底级对比 假鞋和真鞋的一个差别在哪里 大家看一下 好最后一点我们讲解一下这个 毒涉版的讲解和真鞋的一个区别到底在哪里 如何去见得这个真假问题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这两只都是 毒涉版的 这两只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刮开的 这个是未刮开的 这个是市面的两个顶级版本 这个是正品 我们先看一下正面的东西 工整度 是非常工整 然后看一下毒涉版的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工整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工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市面顶级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相对 还算是比较工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市面顶级版本 这个就相对比较 出超了 而且他中底偏黄 中底偏黄 中底偏黄和正品的颜色不大意思 这个是相对比较 中底相对比较假的一些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鞋垫 我们来看一下鞋垫 这个是市面顶级版本的鞋垫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底部的棉花使用的就不怎么样 已经粘着了 这个顶级版本2的也是棉花使用的粘的太紧 也没敢撕 然后最武器的大家能看一下 这个中底的背胶 像是双面胶一样这样就太强了一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正品的 正品我们看一下 是白色的白色的背胶 包括这个底部的颜色 这个都市版做的多个正品 基本上是颜色的 但是他这个背胶做的也不这么强 背胶虽然说也是白色的 但是他没有那个论 这个做的相对比较 也不是也不是很好 也可以看一下 差别还是有了这个底部的颜色使用的 鞋垫的颜色使用的不大正确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同一纸 这个也是都市版的鞋垫 然后呢大家只要通过这个鞋垫的颜色来判定 看一下正品的颜色是 这个是灰色的 这个是灰红色的 这一点就可以区别增加 这个是市面顶级版本1的 这个是市面顶级版本2的 看一下这个背胶就相对比较强 这个是 像双面胶里的 这个鞋垫我也拿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正面 正面的差别 看一下 这个颜色就相对偏黄了一些 这个呢这两个呢就 这个独色版的颜色就更接近一些 和正面的差别就不至特别大 但是还是 练威处还是能看出一些小感的差别 从鞋垫大家也是可以区别增加的 通过这两点大家就可以去区别增加 好刚刚给大家说到那个对版不对版问题 大家主要就是看 鞋头处 还有这个侧边 包括这个鞋头上面的这个我们图案和正品的对版度 因为 后面你也可以去看但是 从这几个地方去看呀比较容易区别啊 后面也可以去看这个地方包括这后面的这个图案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他跟这个就完全不是一个图案知道吧 同纸鞋 这完全就不是一个图案他这个图案本来是鞋头上面的图案 他这个这个地方图案本来是这个地方图案 本来是这个地方图案 你看一下本来是鞋头上的然后这边的话是鞋头的本来是后面的图案 你看看这个鞋头的图本来是后面这个部分的图案他这个就是因为不对吧所以 切割的比较乱 然后那么本期的视频见别的我们就到这里了啊 然后呢 这个鞋子让我刮的时候 全刮完了基本上全刮完了还有一部分没刮然后后面的话最期视频 教大家怎样去刮开这个 也有很多买没去买鞋子啊 他不会刮不会刮的话 然后我们最期视频专门教大家如何去刮这个刮刮乐 OK 好了那么感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别忘了本期视频同样有抽奖活动 大家记得评论关注点赞 发弹幕等形式 我将会从这些操作综合 抽出一名粉丝送出那件小GG的 T恤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